在奧地利的鄉間有一間無意義博物館 他們專門把日常生活中的物品 用看似很荒謬的組合變成展品 例如有一支碗 它底下有一個出水口 博物館的經理就說 他小時候好想要這樣的碗 因為如果食物不好吃 或者是吃不完 只要把塞子打開 東西就會消失了 超棒 當然 藝術家的巧思 還不止這些 有一些作品 富含對於當代消費社會的反思 一把槍口扭曲朝向射手的自殺步槍 一個餐盤底竟然有個流理台的水塞 這些看似不合理的組合 在奧地利的無意義博物館中 一點都不令人意外 這裡有一個寫的小碗 我曾經有一個寫的小碗 如果有什麼味道不味道 就這樣做得很簡單 你可以拿到架子 然後又變得酷的食物 然後又變得消失了 發揮天馬行空的創意 把日常生活中的物品重新組合 變成有點荒謬的展品 像是為雙胞胎設計的三輪車 或者是麵條行李箱 看似幽默的作品 卻傳遞了對於現代消費社會的批判 這就是一個生命思維 我們也不需要 我們也不需要 但我們確實說 我們也不需要 如果我們也不需要 我們也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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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种词是有意思的意思 而是有意思的意思 我们会有任何人的笑容 和我们的能量 这已经有30年了很容易 我一直以为我能够订阅